這個 因為 先前嘉義縣他們有舉辦的短片比賽 那規定就是說要找嘉義縣這邊的一些 嘉義縣的一些風渡 就是說一些題材 各個各樣的東西都能夠吹 有故事姓或是有什麼風的音情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 後來我們就是透過他才找到這個阿隆跟凱奇 他們今天又過來現場 我們單位也可以請他們就是來接生說法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個 或許是他有一些有機方面 就是怎麼樣讓我們健康的這個部分 大家也可以一起做一個探討 這個片子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也用一種比較 他有一種藝術有一種失憶的那種方式在進行 來詮釋這個阿隆跟凱奇 所以我們裡面的營養是我們一個朋友 他就是即興去做那個 他即興自己就大 他即興自己就大 然後他就啵啵啵啵 那就是他爬的地雷的聲 啵啵啵啵啵的聲 所以他即興的這樣一段 五分鐘已經用下去做這支片的 這個畫像整個 來加田園的風貌 也是很搭配這樣 我剛剛看那個阿飛 看這個片子也有一點的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我們看的 好 那個 大家好 沒有因為我也是住民秀嘛 然後我剛好有一個高中時檔也是剛好住阿隆凱奇那個西塘社區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姓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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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啊 就是 對啊 奇怪跟我那麼好那麼久 結果也沒有聽他說過你們這樣 說 不行 這 對啊 因為之前也是去古墟四集有看到你們這樣 不知道原來我們離這麼近 對啊 對啊 所以想說 看能不能多聽聽看 因為我知道凱西之前有去管中翔老師那邊 那個燦來時光的廣播有聽到一點 對啊 對啊 想說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就是生態農法嘛 就是 因為市面上現在很多嘛 什麼自然農法有機然後生態農法這樣 那我想說凱西原應該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這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凱西原的發言人 其實凱西原一整個構想是阿隆他之前 可能就是可能醞釀蠻久的 在他的生 就是說他的做過的一些工作裡面 然後在農村自己的一些觀察 然後最後想到說應該農業要這樣做 那他的做法是就是要生物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第一個就是 你不能看到草就把它摘掉 就把它靠起來 因為多樣性是從草開始 有草到有糖 有糖到有酒 有酒到有一個 就是說生態上面的平衡這樣 那另外就是說草對這個土壤其實是很有幫助 就是說草是這個土的麵皮 那也是他的涼秋 就現在他在頭很嚴的時候 你如果有草的地方 他就擔心 不會給他乾燥 滴火的時候 他就不會摘到扁扁扁 太冷的時候 他土地也有稍微有土溫就對了 就是說它是一個調節土壤的一個很好的一個自然的元素 我們經常都先把草扁扁扁扁扁 現在又發草還是我們還要出草 要是可以動一陣子 但是再來你的土裡面都沒有東西 就是說它裡面的豐富的一些菌象什麼的 那些對植物生長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那這個大家應該也許都了解 那總之我們就是以這個為基礎的理念去 就是說來發展我們自己的一套農法 那我們就是也不要給它取名字說 這個叫有基 這個叫生態農法 那個叫秀明農法 那個叫BD 就是現在其實有很多的名稱 但是我認為每一個人去做了之後 都會變成他個人特色的一個農法 因為他所在的地點 他的條件 還有他個人他的想法 然後包括他能夠花在田裡面的時間有多少 這個會影響 所以他的並不是那麼單純說 我現在就照著一部農法 他裡面所有的原則去施作 然後做出來就是這個農法 我認為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反正就還是田裡面都草啦 然後事實上我們需要再去努力的就是說 我們對土壤裡面的東西實在很不了解 我們只是認為說把種子種下去 把材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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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他去到地上去到地上去都不會大塊 然後你硬是要一直撕他肥 或者是一直做生物防治 到最後其實你的生態沒有辦法完整 他就說你要讓他阻瘋 但是你要還是要去觀察他 就不要隨便的出手去干預他 你要看他的變化 他跟周遭的 就是說他的這個條件 跟他是怎麼產生關係的 其實這種抽象 大家可以再說驚驚驚 謝謝 剛剛凱西拋出來的是這個有機的部分 我會想說 不許大家雖然也都不是務農 或是什麼 但是同樣這些這些關鍵 其實在我們生活裡面 都可能會有相同的一些例子 那是說有沒有大家想 進一步想要跟這個凱西 就是說有一些部分想要跟他交流 其實我們還是回到 我們原先有一個讀書會 就是說我們先前有一個 才會的說 我們有看過一本書 就有失控的進步 然後一本他就在講到 他就在講到 他就說到 不是說幾千年喔 那是說類似像考古啊 考古就是說 幾萬年前 類似我們最近不是那個什麼 世界末日的傳說 那是幾萬年前的一件事情 他在分析這個部分 就是說 過去的歷史 其實跟我們現在的關係 跟我們現在人的一些生活有關係 其實看到很多變化 就是說 文明過度的進步 文明的眼鏡太快 那所以我那時候 也因為在看這本書 然後我剛好也在進行這個拍攝 所以我就看到 那個凱西跟我說 人是土 就是人原先就是土地的 然後人 所以有的那個 還是要回歸到 就是說尊重這個土地 所以我那時候 在歷史以前 我其實很經歷剛實 那就是說 我也很認同那個部分 就是說 對啊 可以像他們這麼堅持 這樣用這種方式 再進行農業 那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 土地 可以跟我們人的環境線 大和平共存 的一個關係 還是那個 阿劉我給你想要分享 哈哈哈哈 對不起工作產生 大家還要跳幾點 也會想一下 對 這是我們的 原主 原主 我給這 我看得到這裡 還要不要碰你 其實我們那邊 其實我們那邊 我給你的音量夠大 我們那邊其實 沒有好山也沒有好水 而且還有那個 四根大煙沖 還有做 對對對 我們那邊原本是一個平原 大家就是 用藥用很多年 比如說 那個生態是很單一的 那在平原 要做自然農法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不困難 我們像說 在山區 它有多樣的地形 植物像 昆蟲像 平原都是很單一 那怎麼辦 我們只好說 從種樹開始 從種樹 我們大概樹已經動了二十兩年 然後樹還不夠 我們覺得 地形還是不夠多樣 我們就挖水 做濕地的生態 所以 在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濕地生態算是一種 生物像是最豐富的一個區段 所以我們就把它運用在 我們的作物區裡面 這是農業菜 當然我們看到的濕地 通常就是 做得很豪華很美 就是只是淨水 讓人家去參觀淨水 嗯 從來沒有把它運用在那個農業上 我就覺得很可惜 啊 其實 做到 從以前做到現在還是 只有四個字 就是順其自然 呵呵呵 你相信自然 你就會順其自然 我們這個十分鐘 其實只有 看到他們 原來差不多 不到 不到十分之一的部分 畢竟 還要很大一片 我們 其實還沒有拍到 其實很不錯 如果有機會 就是說 假日 你也可以去 就是說去看幾個屋 對 好 就是可以去 就是說 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說 不許 這樣去面體驗一下 這樣的一個農村 什麼 好 我的天 大家都拍這門 啊 我就 就是 那站在消費者的角度啊 就是 因為像那個 洪毅嘛 我也認識 之前好像也是聽說 你們也是那個 打工換術喔 對 對啊 啊 是不是這方面資訊 也可以跟我們 講解一下 就是 可能也許有朋友有興趣 啊 那 就像說 憨極緣 一年四季 比如說 是只有種水稻嗎 應該不只嗎 不只 因為有水果跟蔬菜 對啊 就是 可能什麼食節 什麼水果 也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啊 下一次的 憨極緣會出現在哪個市集 對 對 對 感謝您的愛護 目前喔 我們主要的作物 第一個當然是 就是 自然 自然農法的稻米 稻米 板米糙 然後糙米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 夏天的時候 會種香瓜 就是 剛在影片一開始 阿龍在 在整理的那個部分 就是 梅隆龜 那 冬天的話 就是 番茄 因為這個在我們 我們村子那 是一種傳統的 耕作文化 就是我們那邊適合種 這樣的東西 嘿 阿只是說因為 呃 長期的使用 呃 化學的 方式 那現在已經幾乎都種不起來了 即使現在再怎麼噴藥 再怎麼施化肥 還是種不太起來 嘿 那就只有少數的 呃 農友他 管理方式比較厲害的 他還是種得起來 而且可以靠這個賺錢這樣子 那 呃 我們另外就是說 有 有露天的農園 我們是種那個 當季的蔬菜 嘿 那這種蔬菜 我們一般就是會在 禮拜六的時候 在加大有幾市集 上午八點到十二點 嘿 那禮拜天的話 我們在抖六的三小市集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市集 是那個民生南路 上面有貼一張 呃對 家大是在民生南路 嘿 你從那個 就是籃球場 對 籃球場他的停車桶那邊 那三小市集是什麼市集呢 是什麼市集 他就是小土地 小人物跟小滿足 三種小啦 嘿 他是其實是很年輕的 呃 一群朋友他們所在推動的 就是說他們以友善跟做的農友為主 嘿 他並不強求你說一定要認證 那加大這邊 他們因為是農業專科的學校 他們是堅持要有機認證的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就是說有機跟有認證跟沒認證 真有機假有機 真自然假自然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嘿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意義 那在三小市集這邊 他們就說 嗯 他們有幾個有為的青年 他們就是希望 最主要是以小農 就說你們是 就是以農業為主要維生方式 並且他們是用照顧土地的方式來生產 那 他們會去先了解他們的工作方式之後 然後才讓他們進入這個市集 嘿 那基本上就是認人不認證 我說我認這個農民 我沒差說他有在認證嗎 嘿 因為認證有時候會那個證 不知道是誰的價錢 但是這對那個真的有心在做 有去做認證的農民來講也是很不公平 所以說這個制度其實真的要好好的去檢討說 為什麼他會產生一些弊病 嘿 不然真的有一些去認證的農民 他們也很無辜 嘿 對 我們在家大有機市集擺攤 我們就是放著我們的有機認證的證書 但是客人總是會問說 啊你這個有沒有農藥 哈哈哈 你這個是真的有機的嗎 沒有 就是說他心裡面懷疑的時候 你再怎麼告訴他你是有機的 他都不一定會相信你 嘿 那時候我就會跟他講說 我們在民生很近你可以來看 嘿 你直接來看比較快 嘿 這樣子你以後買了都安心嘛 嘿 我是認為說 人跟人就是信任很重要 嘿 所以我認為說你認人比認證來的好 嘿 或者說你你相信某一個團體他們的判斷 他們幫你做的把關 那你就去相信他 嘿 嘿 那 大概是這樣 謝謝 三小四級 喔四級四 他是在抖六 抖六的話 我們平常就是從一高走那個東西向 就是骨坑那個方向的快速道路 然後下去大概30 就是從民雄過去大概30分鐘 嘿 那他是在那個興起紀念館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他是屬於雲林縣 對 抖六 他那個叫府前街43號 可能要搜尋一下那個地圖 那他那個市集就真的蠻小的 那他是在一個 閒置空間改造的空間裡頭辦的一個市集 相當有意義 所以他那邊以前是一個情報 情報單位的一個古老的建築 有三間小小紅厝 就是叫三小四級 喔是 對 那他現在就是把那個空間整理好了以後 就也有咖啡館 然後也有一個他們他們那個團體的一個事務所 就有在活化 然後他裡頭還有一個防空洞 那個防空洞現在就是辦那個展覽 就類似像看起來就像這樣子喔 展覽 然後或者是表演 對 是蠻有意義的空間 謝謝 現在我也可以 其實他們做的小黃瓜 都很好吃喔 他們的小黃瓜 那個姊姊有吃過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要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在用網購 網購 我們有部落格 如果加我臉書的話 是有比較新的訊息 我的部落格現在都長草 你要看一起吃嗎 要不要演出等一下 對 剛剛要那個有明天的演出嗎 等一下 你應該這樣幫他演出嗎 我這裡幫你拍的話 這都這樣 對啊 他們可以多認識一下 很難得今天到這個 這個應該可以多認識一下 好那這個時間 我來探一下 我跟韓紀元的演員 我今天很高興因為劍全在臉書上跟我說 今天有這樣的一個電影的演員 這樣子的分享 那我就過來了 很高興看到雅玲跟阿榮 其實也認識了好幾年 應該算是有幾年 因為我們是之前嘉義縣的社區工畫師 我記得阿榮是97年 那時候是做空間營造做那個生涯池 那時候真的非常的精彩 阿榮非常的有心 我們剛從那個建群的影片裡面 就可以看出來阿榮他很低調 他做什麼事情 而且他非常的用心 包括就是說 他們兩位真的非常的熱愛這塊土地 從他們這個很細心這樣子 從他們自己的田裡面這樣子 真的是非常用最基礎 最基礎在跟這塊土地在對話 所以長期那時候我比較有時間 他說我現在就是又回歸大家一室來 我現在就在那邊比較沒有好 但是我每個月他還是幾乎是每個月的樣子 我還是要去買米 他們家的米真的非常的好吃 剛才講那個香瓜 那個香瓜真的非常棒 我現在還在等小番茄 我們從建群的影片裡面看到 雖然他是一個很 看起來就是好像很 很一個 沒什麼特別了不起的一對龍夫夫婦而已 但是他從影片裡面可以把它帶出來 那個從那個人文藝術跟這個龍爺畫面 他的關係 還有跟土地的關係 他都從這個影片裡面 建群都把它這樣呈現出來 那真的這一對那個這個夫妻 我真的非常的那個讚佩他們 像雅琳他是從海北來的女孩子 男人家又要懷孕了 看著頭 真假 這不是任何女孩子 會可以去承擔做這樣的事情 真的我真的很佩服他的精神 也在這邊真的 他們在這個特別推薦一下 真的他們種的那個 那個這些產品這些龍龍作物的東西 真的很值得 大家大家去那個 去嘗試看看 去認識看看 好謝謝 剛講到打工換宿的事情 在去年 去年 今年第一次發起那個打工換宿 就是說 因為我們幼苗廠現在 那個公公的幼苗廠已經沒有在 大規模經驗 就是縮小到只有 種自己 自己要的樣苗這樣子 那那個沒辦法請功了 因為量太少 所以那時候就是在臉書發起那個 打工換宿 然後結果真的就有年輕人來了 我本來臨時起義想到的 然後他們都是很可愛的年輕人 就稍微像你這樣子 不好意思 感謝感謝 對然後 然後很快就進入狀況 你稍微跟他講一下 他馬上就好像老手一樣 非常厲害 然後後來 我其實沒有公開的去徵求那個 換工的部分 都是朋友介紹來的 前兩個禮拜有一個阿成 也是一個年輕人 對他 他間接知道我們這邊以後就說他 他在環島 就是打工換宿環島 然後到嘉義這一站的時候 想來我們這邊 然後他真的就來了 來兩個禮拜 沒想到再過兩個禮拜之後 有一個女生 他也是自己 來問我說 可不可以來我們這邊換 就是打工換宿這樣子 就是他 就是他 他也是他騎腳踏車環島 然後是用換工的方式 其實也可以請他分享一下 好好好 大家好我是孫林 然後我是農業 然後在西上都沒有學到有機農業的部分 但是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所以就想要用一年時間在台灣農村去學去看 然後到這站 我真的覺得好開心 因為之前去一些農場 他們還是很在意要除草 然後用很多疏離具 然後去破 還是會破壞到那些蟲生態啊 什麼生態 可是我在這裡看到 真的就是片地都是草 然後 你在嘉義大平原看到一整片都倒田 但是有樹的地方就是這裡 就是他們真的很細心 很用心在營造那個多樣性 那我覺得 如果大家都可以有這樣的胸襟的話 就那些鳥啊 那些蟲就不會都沒有地方去 對啊 因為你看 如果一整片都倒田 你要去哪裡 鳥都在他們這裡 真的 就是很很棒的環境